为了因应春节返乡潮防疫旅馆的筛检需求 花莲慈禧医院利用乡行车制作行动防疫筛检车 可以直接前往各处来筛检 不但机动性高也可以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 工作人员将乡行车车门打开 就会看见这一面白色的压克力隔板 上头挖了两个洞装设裁剪手套 方便医护人员筛检 运众只要从车门跑回小后取出裁剪棒 交给医生就可以开始裁剪 全程双方和同会友直接接触 如此即完成裁剪作业 可返回隔离房间 检验报告将于当日完成检验 慈禧医院设计的行动筛检防疫车 目的就是为了应应春节期间 各家防疫旅馆的筛检需求 考量以往移动式筛检站 还得搬运器材 现在这一台车辆只要到达定点 打开车门就可以马上筛检 一般的筛检车就是因为 花冬的地形比较狭长 那我们其实这些防疫旅馆的位置 都蛮远的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有很长的距离出去 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就是做最大限度的裁剪 那这样子的一台车它可以避免我们就是在不同的旅馆之间要上上下下这些人物 人跟器械的这个搬上搬下的这个状况 那同时这样的车就是它我们开到了就可以直接裁剪 裁剪完了就可以离开 可以缩短我们这个作业的时间 同时它也可以很好的保障这个裁剪的这个 呃 而这辆行动防疫筛检车 不算测量费用的话 改装后备约2万元 材料大多为塑胶材料跟压克力板 车内车外需要安装麦克风与喇叭方便沟通 此期医院强调各家医院应该都有能力自行制作 以保障医病彼此安全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